我和我老公是在打工时所认识的 那个时候我是厂里面的新员工 因为有很多地方都不懂 所以我老公就特别的照顾我 由于时间久了 我们两个人也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他的父母对我也很好 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 有的时候我真的为自己感到很幸运 能够嫁给这样一个好老公 同时我也非常真心 这一份来自不易的感情 直到结婚后我才知道 原来我老公他还有一个哥哥 他的哥哥和他嫂子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因为出了一场车祸而夺走了他哥哥的生命 只留下嫂子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 有一天我因为好奇就问我老公 为什么你哥都去世这么久了 你嫂子还一直待在你们家 为什么不出去找别的男人生活呢 毕竟他现在还年轻 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老公就对我说 或许是因为我嫂子还忘不记我哥哥吧 毕竟当时他们两个人是青梅竹马 在很多人眼里都非常的羡慕他们 我当时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就没有再去多问 有一次我因为没有去上班 待在家里也很无聊 就去和我嫂子说带他出去逛一逛 这样也可以散散心 毕竟他自从大哥去世以来 一直都没有去过 然后我大嫂就同意和我一起出去逛街 突然在逛街的时候 因为路边有很多小吃 他闻到胃之后就立刻跑到洗手间吐了起来 我当时还以为他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可就在证实一位清洁阿姨对我说 你这位姑娘肯定是怀孕了 怎么还出来瞎跑这么大热天 我当时一听也觉得是怀孕的症状 然后就带着嫂子去医院做了检查 当医院拿出体检报告的时候 真的显示我嫂子怀孕了 我心里当时就在想 大哥都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 她一个寡妇怎么还能怀孕 我就认定大嫂一定是偷人了 于是我在回家的时候 我就和我老公说起了这件事情 我老公当时反应特别强烈 就问我她怀孕多久了 我说应该有一两个月吧 我问老公怎么了 她说没事 出于关心她 然后那天晚上我们早早就睡觉了 因为半夜里感觉到口渴 就起来倒杯水喝 就在这时 我突然看见大嫂的房间 正在和一个男人说话 我就心想 这一定是她在外所偷的那个男人 于是我就推开门进去一看 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男人竟然是我的老公 他们当时看到我的时候 面部表情很是紧张 我老公因为经受不住我的言行逼问 觉得事到如今已经瞒不下去了 就对我说出了实话 原来她在和我结过婚之后 因为我一直不能生育 就和我大嫂勾搭在一起 而我老公也就是这个孩子的亲爸爸 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在婚姻中我最接受不了的 就是我心爱的男人背叛我 而她的心上人竟然还是我的嫂子 所以我觉得这种日子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 就选择了和她离婚 婚后想象当初还是自己太过于冲动 才会酿成今天这种惨不忍睹的局面 只怪自己太年轻 瞎了眼才看上这样一个人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